伊斯蘭國激進分子已經推進到接近巴加達的城鎮科巴黎 美國總統奧巴馬警告反對伊斯蘭國在一項長期的戰略 美國官員說在一名利比利亞病人因為伊波拉病毒上升後 第二名曾經照顧該病人的德州醫護人員在藥檢當中呈陽性反應 美國伊朗和歐洲高層外交官在維也納會面 開始舉行有關伊朗核計劃的會談 埃及首都開羅一個地鐵站入口附近發生炸彈爆炸炸傷12人 南也門分離主義者遊行到亞丁要求和北也門從24年前的合併當中分離 越來越西晶天堂 灯湊 南 já12年 標梯